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脆梦幻公园梦幻世界的后边直接面向海边 餐厅周围阴凉的树木非常适合和家人一起悠闲 这家餐厅是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品尝美食的好地方 第一眼看确实是看不出这只飞机是用餐的地方 但是一旦登机您一定会惊奇地发现 飞机客舱已经被改造成餐厅 这当然吸引了美食爱好者在波音737-400机上用餐 餐厅的装横简直就像是在机舱里头一样 航空的座椅搬到平地仿佛置身空中 我们在用餐之前还可以将随身携带的物品 放入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 而且有趣的一点呢 我们可以直接按这个红色的按钮 来呼叫服务员呢 现在购买机会是项城 少年大外的安全箱 所以所以东西市监装机的指总预 而且 Signor收藏属的主題 所以被决定的项目 要 emot了义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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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餐 几乎是男主买业只是 中央 上面的五小半 先放在前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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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和大家一起 這裡改成 進入也不是很希致的 就像包裝 都很skill 點菜之後 一邊等菜上桌 我決定在客艙裡 其他角落逛一逛 觀眾朋友 原來在一邊等美食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到駕駛艙 來看看到底有什麼一些東西 其實這個是一種氛圍的營造 好酷對不對 吃飯了 這些就是這家餐廳的特色美食 第一道就是 dabu dabu醬鮪魚 分量比較大 適合大家一起吃 這也是這家餐廳的特別菜肴 另外還有西蘭花炒海鮮 還有印尼最典型的全民小吃 豆腐和dabu 至於飲料 這裡有新鮮的濾汁 裡面包含青菜 菠蘿和檸檬 味道清新 適合悶瑞的雅加達 另外還有試管汁 裡面包含檸檬 酸橙 青蘋果 菠蘿和酸菜根 這種飲料含有豐富的抗氧化劑 飲料設計理念是冬天的中國竹子 吃飽了 實在感覺不錯 感覺像是讓人沖上雲霄 但是無論如何在這裡吃飯 確實是和飛機上用餐有所不同 因為這裡的餐桌 確實是比飛機上的要大好幾倍 一共有16個餐桌 64個座位的飛機 在2015年9月份開業 一直吸引不少遊客前來欣賞 吃飽出事 非常rament kontroll 拿到 台灣商店仔 不是甘牛肉们 goofy 都开始放了 所以,第五费 你更喜欢什么? 是一番高卤的 也是一番高卤 那如果有点子,什么? 感觉会有什么? 说要吃的餐的 银审吗? 很 diyorum 可以摆地照片�utz Inggris 应该摆地照片当时那时候 是的 jamηotype 已经是动了 就像动机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